诗歌有多美 他把诗词都变成故事 做出了影视剧极实感 这里没有流量明星 没有华丽浮道化 没有摄影棚 他以山川河流为背景 以古之发型服饰为装扮 以古诗为线索 在短短20分钟内 生动讲述诗中各种传奇故事 他就是国风文化节目 跟着诗歌去旅行 节目镜头下的诗词世界 第一期就带着我们 穿越回遥远的先秦 看到河岸边上的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接着又趁着阳光 聚到一条小河边 感受一个泼辣的恋曲故事 子会思我 千长设针 子步我思 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知 这是一首女子 戏谑心上人的诗 你如果想念我 就撩起裙脚 渡过针河来找我 你如果不想我 我难道不能去爱别人吗 你这个傻小子 可别太猖狂了 去 接着又跟随他的脚步 回到汉代 例如那首《上野曲》 我们都只知道是 环珠格格里听过的 但回到这首诗 逃不矫情的年代里 她又是一个女子 荡气回肠的爱情誓词 女子说 参天为政 我想和您相爱相知 爱意永不衰竭 除非山风失去棱角 江水完全呼吸 除非冬天响起巨雷 夏天下起大雪 除非天与地合在一起 我才敢与您分离啊 这首诗词通过演员的演绎 独特的解读 又更加入目三分 没有课堂的沉闷解读 跟着诗中人的脚步 穿过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疆域 走过浙江省杭州市 永福禅寺 四川省西昌市 琼海等知名或小众的优美景点 时空穿梭回2000年前 沉浸是感受每一首诗歌的诞生 附近形式创新独到 画面清新裤子风景大片 节目中甚至还清晰解读了 古代新郎职宴 太劳之礼 何景之礼等等婚礼礼仪 满满传统文化的知识点 这场国风爱好者的视觉盛宴 仅仅两期 就在网上超过千万播放量 获得许多诗歌爱好者 和年轻观众的喜爱 剧中有诗 诗中追剧 跟着诗歌去旅行 不仅让诗歌和国风重新鲜活 还带领着孩子 更好理解古诗词 让年轻一代的我们 感受到古人生活 继续激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甚的是 它还让国人内心的文化自信与自豪 再一次散发光芒 得诗如此 夫妇何求